旅客們提著大包小包 小心翼翼從列車上套下來 不僅讓人跳下火車 列車長指揮 要旅客慢慢步行回車站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原來這輛開網精通的4816次列車 上午10點50分從零腳站出發後 行駛約200公尺 第三車廂就發生兩周出軌 出軌是6、2、3 981 我們取得獨家畫面 沿見火車出發 沒多久就冒出陣陣白煙 隨機停在軌道上 鎖清現場上百位旅客都平安 沒有受傷 鐵路警察也前往協助 並啟動公路接駁 那有4818的車子過來接他們回10分 旅客們年初三出門遊玩 卻遇到出軌驚魂 出油性質恐怕已經大受影響 而在春節廉價期間 台鐵平行之線是走春熱門景點 連日本女星三上優雅都來造訪 不過照片在網絡上曝光後 卻引起討論 只剩他不僅坐在鐵軌上拍照 還走在鐵軌中央 危險行徑已經處罰 根據鐵路法第57條第二項 行人駕駛不得侵入鐵路路線 若違規最高可除五萬元罰環 實際看到 鐵道旁梳立大大告示牌 上頭清除寫著禁止行人通行 民眾可別為了拍出美照 失了荷包 記者就對亂貴宣 楊綜合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